记者红辰红高雄报道,高雄市中云国中连续六年举办海外华裔青年服务营,让海外青年有机会到片相较到学生英文,年年报名妙杀。 今年还有全球排名第八的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学生柯宇帆,跟著子子柯指清一起返国当志工,他们想跟中小学生分享国外生活。 海外华裔青年服务营由乔委会教育部举办,今年有590名海外青年志工返台,正在台北建坛集训,副总统陈建仁今天到场勉励学生偏向服务精神,他们预计六日到分发单位报道。 今年有4名来自英国的学生,其中,柯指清,柯宇帆是子弟党,柯指清分发到云林县马光国中,柯宇帆则到高雄中云国中。 子弟俩都是全球百大名校学生,柯指清就读博明汉大学音乐系,柯宇帆就读的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,跟建桥,牛津大学齐名, 柯姓子弟分别在六、五岁时随父母移民英国,他们说,小时候曾在安亲班学过英文,但到了外国还是不会讲,很后悔没好好学英文,希望及这次服务机会,跟中学生分享学习英文及国外生活经验。 柯指清说,许多学生还没机会出国,想让他们知道台湾有很多机会,但国外有更多机会。 而学好英文是很重要,这是打造自己机会重要的一环。 承办服务营的中云国中主任陈正宗说,中云国中连续举办六年,非常少见,服务营只有五十个名额,只要一公布招生讯息就秒杀,可见家长对活动高度肯定。 中云国中校长王耀廷说,来校的通常都是英美或加拿大华裔青年,有助偏乡学生了解这些国家的生活,而且几乎采全英文学习,有助提升英文能力。 我们的年轻人介绍一下文字幕的码文字幕中处理xo传绎文字幕的码文字幕提升英文字幕提升英文字幕大臣的建训